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恒大来说0比0战品水源三星其实是不能接受的 但在打得如此糟糕的情况下 平局也算是幸运 恒大所在G组积分榜仅三队 恒大的问题之一是士气 球队感觉士气并不饱满 所以状态也有问题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中场的问题 这原本是恒大最强的一环 政治黄博文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最好状态 是中场极为强大 但现在政治老了 黄博文状态一般 保利尼奥的缺席尤为致命 塔利斯卡更是陷入低谷 最强的一环变成了最弱的一环 没有了中场的快速运转 恒大的进攻就有问题 一方面组织有问题 另一方面有手转弓也出现困难 当然恒大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调整好的话出现还是大概率的 国安降帅不合是国安隐忧国安的配置 是最好的 前锋虽然巴坎不缺席 但阿兰和张玉宁不错 王子明是很好的替补 中场更是有奥古斯托 比埃拉 张希哲 李可 持中国 费尔南多可以轮换 后防线相对来说 不用轮换 国安所在一组最新积分榜 国安的问题是降帅问题 热内西奥换下阿兰 是个迷阿兰的表现非常出色 但却中途换下 这让阿兰感觉自己又被针对了 实际上 热内西奥对阿兰和张希哲似乎一直不感冒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国安就是大麻烦 上岗 阵容打法单一是麻烦上岗击败了全北现代 但其实很惊险 上半场如果全北现代把握机会能力更好 上岗很可能就会落后 如此上岗再想赢球就不容易了 上岗所在H组积分榜上岗的外援很强 但上岗的问题仍旧是阵容单一 战术打法单一 当然 在亚冠联赛中 上岗基本是防守反击 而对手实力普遍不弱 恰恰可以让上岗更好的防守反击 打法单一的问题倒是不像在中超那么严重 生花没有外援 实力还是差 如果说恒大国安上岗的出现几率 都是相对比较大的话 那么生花的出现几率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们在第一轮击败了破姿光荣 但在第二轮就输给了卫山现代 第三轮如果再输给东京FC的话 出现就很难了 所以和东京FC的比赛是生死战 生花所在F组积分榜生花的问题很简单 原本实力就不足 结果外援也只有姆比亚一人出战 实力再度下滑 亚冠终归是靠实力说话的 好在生花今年韧尽十足 也希望生花能够打出让 我们惊喜的表现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